群起欺負 你曾被校園霸凌嗎 當全市老師 對學生不對等關係 霸凌和不當管教 界限在哪 真的是很心疼 這些事都是 他已經病在冰櫃裡面 我才知道的事 這是爸爸最痛心的結 台中高中學生 無法忍受老師長期無限搜身 不當對待 血淚控訴 校方原本還以不當管教 輕輕放下 我只要知道他在學校 為什麼會讓你們這樣的對待他 我要真相 他們都會希望說 給老師再一個機會 我就會希望說 大家多給小孩機會比較重要 老師對學生霸凌案 成案率不到6% 不失任教師實時相護 那誰護學生 教練拿先發去跟那個家長講 說不要去驗傷 不要去告他 你沒有去的話 我就讓你每場都先發 霸凌現場旁觀也是一種助長 沒有人是舉外人 衝突關係的外圍有很大的一塊 是所謂的旁觀者的這個部分 他們其實有很大的力量 很多的角色可以去協助跟幫忙 如何修復心裡的傷 鎖定校園失格 血色霸凌風暴 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們會知道 他的資料 全部人從任何部 風暴 哋 真的很想像 有很大的便izar 坐在這裏 裔